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然姐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和之前很不一样的嘉宾 让我们欢迎姬老师 我们是在一个很教育者的饭局 很深圳的教育者的饭局上 对对对 大家自行体会一下 对 后来一起还玩了桌游 玩了桌游 对对 觉得还挺投缘的 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我先介绍我的姓 我姓姬 大家知道吧 那个女子旁右边一个 其实不是臣子的臣 是你以为是臣子的臣是吧 大部分人都会写错 它要封口的 就是宜和园的宜的左半边 就是美女的脸蛋 众所周知姓姬的人长得都很美 自夸第一人 我是陕西西安人 之前一直在北京 我读的是传统的戏曲编剧 后来四年多前来到深圳 提到这个转行的部分 很多人虽然他可能没有办法吃戏曲编剧的饭 那他可能有些人当然就彻底放弃编剧 还有些人可能会到影视行业当编剧是吗 首先这个编剧 如果举个例子吧 就最近我比如说表明山河令这种电视剧 那他这个编剧对于这个剧本 它到底有多大的控制权 我们总说这个写的不好 我们想寄刀片到底是寄对了吗 他们有控制权吗 当然我其实还是一个更熟悉舞台的舞台剧的编剧 至于说影视的这个我们算是只能算是书百通行 其实这个差距虽然都是猫科动物 但可能它的差距是猎豹和夹帽之间的差别 我说一些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 因为也有诗歌诗姐 诗帝诗妹 后来去做影视的编剧 剧本是很重要的 从这俩字你就看出 剧本剧本 一剧之本 那在中国历史上 比如就拿戏曲来说 曾经在漫长的历史时间段里头 编剧一定是投钩的是头一号 我们熟悉的关汉清 唐贤祖都是编剧 你说那个元代 明代 清代 咱们就不说京剧繁盛之后 你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演员是谁 导演是谁 没有 中国戏曲就 其实传统的中国戏曲就没有导演这个概念 那说到影视的编剧 当然很重要 但是它和戏曲不太一样 它更像 它就是工业化 它是流水线上的一度创作 的一个部门 那这样的影视剧的编剧的会议 我也去参加过 我们跟大家简单复述一下 大家都很感兴趣 其实无非是投资方 他们有一个选题 比如说我们今年想投一个 和一带一路政策相关的影视剧 好 那它就可能会请 它公司夹袋里头 认识的这么三五六个 十来个篇历史文化类的编剧 请他们来 那就不请都市爱情利人这些了 大家就来做这个老板 就是会说 诸位老师咱们就聊聊吧 比如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个 我说一带一路 就是当年我知道班超 要通西域吧 天呐 昨天晚上我在看这个纪录片 是吧 真的 敦煌 然后他派他的副使叫甘英 是准备去见东罗马帝国的人 结果后来就是碰到安西人 就是帕提亚帝国人 他们因为在大汉潮和东罗马帝国之间 做中间商赚差价 所以就不希望他们两个人 这两大文明见面 不行不行 对 这帝东海特别那个 还是别去了吧 后来就没去 所以就差一步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 如果真的甘英到了罗马 那会怎么样 好有意思 对 然后当时就说了这个 然后他们就不错 当然在会上大家不会表现出来 好 然后大家领个几百块钱的车马费 这么多就算是了了 了了第二天第三天 人家给你打电话 老师那天咱们谈的这个 我们觉得不错 那么再来 你再进这个会议室 你就发现十来个人就变了两个 或者仨 然后就再聊 聊到最后 再往下聊 那行就确定是哪位老师 然后你就去写大纲 写大纲 写这个分级 如果是电视剧的话 都有大纲 其实电视剧说来 电视剧比电影的难度还是低一点 对 这我听说 毕竟就是电影要浓缩 其实你反而去删减 去取它这个节奏什么 就更难是吗 而且电视剧是 其实电视剧更多的是团队 完了还有就是 电视剧能够立项的话 其实每一集的更概都已经很清晰了 你的工作就是要把这几百字 几千字变成一万两千字左右 差不多一集的这个 就是立项之前编剧 已经把这更概每分级都写出来了 对 就是你谈好了之后 签了活动之后 就写的大纲 OK OK 那刚才您提到 就其实我觉得整个编剧这个行业 我们很感兴趣的也是 就是我做一个这个小时候韩韩的人 我们知道在日韩编剧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有一阵 哪怕拍个爱情剧也非常火 那我感觉在中国可能编剧地位还没有到这么高 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问到说 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资方很强势 编剧会失去对剧本 还有很多东西的把控权 就是因为我感觉咱们经常会出现两个编剧以上 然后是不是说其实经常有人被夹进来 要强行改戏 然后编剧其实很想掐死他 但是掐不死 其实编剧不止一个集以上 这个很常见 你看我们随时看美剧 美剧编剧 分级的 对分级 而且甚至就是他在编剧真的动笔之前 其实他有一个可能一百人以上的观众 影评人 以及其他职业编剧组成的一个智囊团 已经帮他把后头的很多可能都去进行了梳理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 影视它终归是一个工业化的艺术 那所以他对于个人的 你说叫多么彰显 其实每一个人包括主演导演 都是在这个工业化上的一个螺丝钉 哇 这个这个 take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也是最近这几年 中国电影大家都感觉和前几年相比会有一点点进步 就是他们讲到说我们会慢慢向好莱坞靠拢 就是像您说的工业化这一点 他不强求个人天才 而是强团队的一个非常专业的配合 那但是我觉得我能一点点听出您的倾向性是提到说 工业化固然有它的好 它肯定利于传播可能更普适 但是它可能失去了那一点人味 会吗 会吧 特别我是对做这个传统的舞台艺术的编剧的话 那它就不是工业化的 艺术肯定是这样 艺术绝不只是让观众去开心 艺术当然要带着传统上我们讲高台教化 虽然说这个词现在有点老了 有点太强硬了 但是艺术一定要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具备艺术的审美和素养 当然不是说是艺术从业者就有这样的能力和底气 就说你们就应该想我们怎么样 我们来控制你们 不是 因为这是应该是艺术从业者和观众一起来 让人类的艺术审美越来越高明 也是一个合作共产的 这是已经几千年来的一个 太有意思了 对 因为我其实反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看话剧 然后在国外看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剧 然后像歌剧我暂时还不能appreciate 对 但是就是希望有着 因为慢慢有能更多的体会这种舞台的魅力 那刚才我们聊了半天影视剧这种 那你提到说比如说舞台的编剧 就是凡是一次呈现的这种 必须买票去观看的这种 他会对编剧 包括是不是整个团队的要求会不太一样 整个的方式 要求是不太一样的 对 首先当然专业性必须都有 我这里想起我当年在学校里头 我们研究生那个阶段 大家就很开心 因为我们是学院嘛 所以整个学校加起来也就是两千多人 那么一届研究生一个班也就是八十多个人 但是你别小看这八十多个人 这里头导演 编剧 浮化道 表导演 这个只要有钱 这八十多个人就可以搞出来 真的水准不次于 我觉得不次于省一级春晚的艺术水准的 这个东西 那我因为我们是专业的 那时候很快乐 然后就在舞台实际的 像你们当时肯定也练过很多 就是在校内的这种舞台 对我们都出过作品 我们那时候还做学生的时候 出的两个作品就得了国家艺术基金 哇 那就是要现在回头看 会觉得说 天呐 我这一身舞异 也没有人appreciate 我会有这种可惜吗 没有 我觉得 燃烧过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而且那个 回忆起来都是最美好的 那我们聊聊现实的 刚才你提到那个公司去开 这种一次创作的这种电视剧会议 那会有车马费 那刚才 其实我是第一次指导一个公司 会有这么多编剧 那平常有工资吗 不 公司不会养编剧 都是合作项目 对 都是合作项目 那 那比如说刚才提到这种车马费 那就是一次的成本了 但是 那假设签这么一个合同 这个编剧 它是比如一级给一个 有个市场价 问多少钱是吧 对 就是 比如说算法 我挺感兴趣 或者说 这个市场会差异有多大 我一个很有名的编剧 和普通编剧的价格 可能是十倍二十倍吗 差异很大 我就 匿名的说一下 咋匿名 死出马赛 我说匿名的说 从别人朋友那听来的 比如说我师妹 本科毕业五六年了 但是他一直潜心在这个行业里头 也是应该天时地利人和都比较不错 他作为编剧 他写的电视剧已经主演是杨幂了 当然我说的不是他给杨幂写的那部戏的价格 但是我应该记得是 应该是二十到三十五万吧 以及 不是 吓死我了 整个一部戏 这么掉 一部戏 对 其实也就是 一年能写几部啊 当然如果你肯勤奋和奋斗的话 一年三部 不到一百万 这顶了相当于是 天哪 因为这个行业也讲一个论资排本 但那 那就是能做到那种很资历高 然后你同时相当于 像你说我还得有资源 别人得愿意用我 那就是金字塔上最顶端的那些 那种人不能算嘛 就像你说你明星不能以扬秘为准嘛 那就同理就是 我说那一个像你说很不错的编剧了 已经是 他的可能薪资都到不了百万 太辛苦了 因为这都是干 干出来的鸡本啊 太辛苦了 天哪 那如果像其他我 比如我的老师 他写电视剧的话 那就 那十多年前 他们就是十万元俱乐部的 就是每一级十万起 对对对 那那就不一样 那是顶尖的就 对 不过搞创作 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就是你看30岁出头 甚至不 因为他还不到30岁 而且是弟师妹 他可以拿到这个 这个这个 他就足够养活自己 对对对 而且成就感很大吧 对而且在一线城市 其实也可以了吧 至少是中产 心理上 那我们说 如果你要是做理论研究的 那且等着呢 对吧 30岁40岁就只 你开会就只能在后头坐着 所以你做创作还是有相当的 你有作品就可以画一圈 是因为西安这么有文化 您才对昆曲感兴趣的吗 因为外婆是戏迷 完了舅舅又是作家 他们对我踏上这个文艺道路 影响特别深 但是我从小对戏曲就有天然的好感 既然小的时候肯定 我觉得很多对文艺感兴趣的人 都起源 我想唱啊 我想表演 我希望成为众人的焦点 那当时比如选择这个考学的专业的时候 怎么进到编剧的方向呢 坦率来讲就是很简单 因为我要上大学 你知道我这个数学是非常非常差 150分我可以考8分 厉害 这是创我们学校的记录 那当然除了数学 我其他科目都还不错 严重片刻 严重片刻 对诗词文学是从小就有 极高涨的兴趣和爱好 但是说对戏曲 后来到长大之后 慢慢这个也放下了 一直到我到高中的时候 说不行啊 我这样要上大学 那怎么办 后来就是 那我说考艺术吧 然后在很多学校里头 我就看到了我的母校 中国戏曲学院 注意是中国戏曲学院 不是中央戏剧学院 不一样 对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所有央字头的艺术学院校 都是偏西洋的 OK 中央音乐学院 对对 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偏西洋 所有国字头的都偏民族 中国戏曲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对对对 我们是国字头的 又学到了 所以我就 我去考的时候也蛮顺利的 因为我把我以前写的诗 拿给老师们看 老师们确实一眼就相中了 就说这个因为比较难得 因为很多孩子来呢 是喜欢文学 对 但是说真的喜欢戏的小孩不是特别多 这是个很小众的爱好 对 所以我等于转了一大圈 又回到了人生最开的那个起点 就是戏曲和我这辈子是有缘分的 对 好幸福 那当时比如你的这个功课父母 有反对吗 没有 这我非常幸运 就是他们俩一直很支持我 无论我数学考八分 这个也没有逼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提升成绩 就是他们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 然后我考艺术他们都很支持 考虑到自己的成绩片科有关系 那大概是在比如高一 意识到这个要考一考 是这个概念 我高一就准备考艺术 懂了懂了 那就相当于是结合了自己戏曲方向的兴趣 和文学上的一些积累和天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对 那当时比如除了编剧这个方向 还考虑过其他方向 考虑过导演 去北电考了两次导演 都没成功 因为我记得07年第一次考 已经考到 那一年是特别难得的 就是他居然有四试 初试 复试 三试 四试 我把四试都考了 没有结果 就是最后一个 对 然后到08年又考 那年是三试 就见了两年田壮壮了 就是田导师上面主任 对 他说你又来了 我说又来了 没戏 没戏 那不知道咱们有没有 因为我也没找人什么的 对 那个对啊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想过走文艺道路 但我妈总跟我说 她说中国走文艺道路太难了 因为有才的人很多 然后文艺这个方向 需要你提供的资源的支持 又非常大 对对 所以你也不知道 你走到那停下了 是因为你天资不够呢 还是因为你资源没怼上去呢 你不知道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很好解释 为什么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 都离开这个行业了 就是其实在世界各国 我知道在美国 你要说一个小孩说 我要做艺术家 那完了 这父母就想着 那行吧 我就在养你几十年 因为倾苦的居多 是的 你提到你们这个专业 绝大多数的人都转行了 绝大多数都转好 当然可能还在文化领域 但做职业编剧的 我想想我们班本科 55个同学 能现在坚持做职业编剧的 有三个到五个 就顶天了 好心动啊 那你们当时学的这个 是昆曲编剧呢 还是戏曲编剧呢 还是编剧呢 我们本科是 本科就是编剧 戏文系编剧 那什么都要学呀 戏曲为我们的主体 完了会写话剧 电影 电视 这些都要教 因为老师都考虑的很现实 这孩子 人家毕业之后 不能光吃戏曲的饭嘛 还要多给他们一些机会 所以我们本科的时候 大家学的 以戏曲为主 完了其他的都会出了一旁通 我们老师都非常好 所以说相当于说 假寿举个例子 他是在中央戏剧学院 学编剧 他可能只是倾向性 有一定区别 但他也是会都接触吗 对 他们可能是以话剧为主 这样子 懂了 那就是刚才提到 其实是有一定倾向性 但那就底层记忆是比较相似的 对 我们都是写戏曲 主要是京剧为主 出身 我们老师说了 你要把京剧 把戏曲能写好了 其实其他的艺术 写起来还真的算是高举高达 因为我们民族的艺术 这里头的道道真的是很深 这个太有意思了 因为我说点 我们这种不懂的人的感受 就是我们看戏 可能对难受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好久 对 所以说到这个节奏的问题 比如说您会写京剧和昆雪之后 你说的高举高达是指说 我想调整一个 比如说影视编剧的 我想编故事的节奏 会变得容易 是这个意思吗 我先解释 很多朋友会觉得戏曲 一压压那么长时间 特别慢 其实它快慢是相对的 我们中国人讲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几个人台上转一圈 就从深圳到北京了 这个同呼一响 就是夜尽天明 它的时空是非常自由的 时间自由 空间也是很自由的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我们老师之所以追对一句话 意思是 因为戏曲 比如说我们说人物 角色感 我们祖先 他的智慧真的是很高 不管你这个人多出挑 多与众不同 他把你归到 生蛋 静默 丑外贴 这个行当 所以有的 我不知道 其他院校毕业的 可能写很久 这个人物怎么性格不鲜明 其实我们今天说一个人 你还能把他框到这里头 徐帆 徐帆是大情义的 某个演员是 他是小花蛋的 这就是说人物的这种把握 这种感觉 我们因为受过戏曲的训练 是 其实 哇 那天然也应该找金老师给我做个人设 是不是我就能活了 太有意思